你好,我是帮你捐烟捐烂,找便宜的省家人 之前我介绍过SendQ在朗豪坊这一间餐厅 吃早餐很划算的 你们有没有去过? 如果没有去过,真的可以再去一次 因为这次我再去,他又有些新东西搞 如果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 不如订阅一下,按下小铃铛有什么新片你就会知道 还有,给我一个like,另外share给你的朋友 这间桃花园SendQ我之前也介绍过 她的午餐是普通划算的,但她的早餐和下午茶 价钱来说是相当划算的 一个星期开足7天,9点半开始到10点 哇,都处得挺准备 看看早餐的菜单,价钱相当划算的 你想想,10元不用,或者7元左右都已经有一个早餐吃了 还有饮料,当然了,今次重点我不是想说早餐 反而是想说她今个星期开始有的三节推销 未说她三节推销有什么特别之外 我们首先说说今次我吃了什么早餐 第一个要介绍就是这个烧汁的煎鸡扒 你见到它卖相相当好 摆款是很高格调的 鸡扒煎得挺漂亮的 跟两块多士 然后有个蛋煎到啡皮,啡边挺漂亮的 还有些少许沙律杂菜 那些沙律不是普通沙律 而是配一些士多啤梨汁的 当然了,它也会跟着一个烧汁或者茄汁给你的鸡扒 那块鸡扒煎得刚好 虽然它旁边也有点黑色 吃下去也不会有点炭腐味 那些鸡都挺嫩滑的 起码这只鸡我就知道它醃了 因为吃上来的味道也很足够 就算不蘸汁也很够味 如果你喜欢吃半生熟蛋 你叫太阳蛋就对了 它太阳蛋煎得挺好的 旁边就啡边,脆脆的挺正的 而且蛋黄也不会太熟 你又可以一咀就咀到蛋黄 相当正的 我一向都不是这么吃沙律 但是它这种沙律我又ok 因为它用些沙律菜 再加了一些士多啤梨汁 甜甜的,如果你喜欢吃甜的朋友 这个沙律就对了 如果你喜欢吃传统沙律 这个味道未必适合你 接着这个餐是火腿餐肉煎箱蛋 加牛油多士 6.99元,价钱来说相当值 如果你想简单单吃早餐 这个setting就对了 鸡蛋刚才说过就不说了 你看看午餐肉 看上来都整cm厚 虽然煎得没那么焦 但是都有一点脆脆的 如果煎多一点就会更加好 但是相当厚 火腿来说中挺size 不算太厚 也不算太薄 但是真的煎多一点会更好 接着要介绍这个就是餐肉煎蛋菠萝油 6.99元 我觉得比起菠萝油更加值得吃 菠萝油就599 它多1元而已 那就有费餐肉 还有有一只蛋 你又不要以为它就这样一只碟上给你 旁边还有少少沙律 起码也吃少许菜 看回菠萝包 上面的脆脆都不少 而且都很大过下 还有那块餐肉 跟刚才一样那么厚 加上煎蛋 当然这只煎蛋 那些蛋黄就熟一点 吃起来就不会漏出来那么疯狂 除非你想挑战你的口有多大 如果不是 分分钟你咬都咬不完整个包 最好是用刀叉来享受 那么厉害 最后一个介绍就是火腿暗裂 加牛油多士 还有沙爹汤米粉 加价9.99 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愿望 这次的鸣裂比我看上来的样子 就没有我上次那么好的样子 上次呢 靓靓仔仔包得含一含 不过呢 最重要就是那些材料足不足 还有好不好吃 那么它这个鸣裂又没有令我失望 里面的材料也相当足 你知道我很怕吃那些鸣裂 里面火腿得过几条 吃了上来好像吃蛋那样 这个鸣裂就不同了 那些火腿排排坐一条条 多顺畅 喂,它究竟怎么煎的呢? 这么鬼死齐整的? 虽然火腿那么多 但是它也不会特别咸 蛋煎得上来 蛋漿也有少少软滑 所以这个火腿的鸣裂是相当好吃的 它也跟来一个沙爹牛肉米 看起来尺寸不算大也不算小 但是加上一个餐度刚好 牛肉方面就不是很硬 吃起来都应该有处理过 所以味道不错 米粉的软硬程度也适中 我说对吃 不知你行不行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餐 如果你当是一个下午吃 都挺划算的 好了,埋单总数是多少钱呢? 首先煎鸡排是10.99元 另外跟着火腿餐肉是6.99元 再加火腿鸣裂的餐又9.99元 还有这个是餐肉的煎蛋 菠萝包也是6.99元 位置上来 总数34.87元 加税4.53元 总数39.4元 再加贴士 其实如果这个价钱来说 四个人去吃都挺划算的 不用10元一个人包上税 当然加贴士了 好了,总结了 总结来说 这一间SanQ的桃花园 早餐我觉得相当值得吃 起码它摆碟也不错 另外它的环境也挺静下 是不是会少人呢? 但是不要紧 它坐得舒适 吃得又不错 所以这个早餐 我是相当推介的 有没有发觉 这次好像说得很快 因为人们说我长期 那就尽量讲简洁一点 还有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三折优惠 现在就和你说一下吧 究竟这个优惠是怎样呢? 怎样三折法呢? 意思是说 你用100元 买了这张卡 这个卡里面 就会包含了20个餐 那就是说 你可以吃20个餐 而你只需要付100元 用这些餐券 都很简单 你只要剪了出来 那你就可以 入到去坐下 叫它拿给你了 那当然 它也有些condition 如何condition 这些餐券 只可以星期一至五 几点钟用 都可以 星期六日来吃 你就不可以用了 另外 每一张桌 你最多可以每一次 用两张coupon 当然这些饭 亦都可以transferable 即是什么 你看到你的朋友 肚饿没饭吃 可以撕一张纸给他 等他 你自己去吃饭 不要搞我 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看一张卡 那20个餐有些什么 你会见到 有干炒牛河 桂林肉碎米线 茄汁 鸡扒饭 咖喱鸡饭 黑椒牛肉炒意粉 肉酱意粉 还有些鱼香茄子 肉酱意粉 海南鸡饭 老肉饭 甚至一个早餐都有 基本上 它有什么特色的饭 它都会包括在内 如果你看过的 list 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那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你不喜欢吃的 那就可以给人家了 20个餐100元 其实真是值得的 哇 突然间三折大放松 喂 会不会中伏的 我口痕就会问一下 时应 喂 你间公司可以吗 他笑笑口 当然可以了 我们还有几间分店 现在只不过是送礼物给大家 不用担心 那我也相信 那真的有没有兴趣买呢 我想一百元 就算伏了也一百元 如果我买了之后一次过 一个星期来两三次 已经用了六张 然后有些亲朋好友的分块给他们 喂 快点用了它 眨眼就可以用完这20张 所以 Risk 都很小 不过如果这样 这几个星期 你就要当这里是饭堂 大家又有没有兴趣呢 有兴趣不妨去那里看看 记住 这个顺分享 我没有收广告费的 好了 今次的介绍又到这里了 下一次和大家看看哪里还有最便宜的食物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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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